实在不以为然 因为本席从今年二月进来 这个第八届 就是院会 就是立委任期 从开始已经也快两个会期结束 事实上本席观察 司法法治委员会有很多的法案 其实有很多的部会 都是不负责任的 也是看我们委员见招 拆招 很多的部会其实私底下有版本 有一些副案 他也不愿意提出来 因为他其实也是在等待我们立法院 多数的委员或是少数的委员意见 透过我们这个委员会的意见 发表表示的平台 去做一些意见的整合收集跟折冲 那关于我们今天在讨论 关于公务人员保险法 以及关于考试院的组织法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议题 而且其实已经直接涉及到宪法的问题 但是我们的考试院 他想要回避 他想要测试我们立法委员有没有用功 那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所有的委员都很关心这个议题 如果考试院他没有准备 如果考试院其实是在等我们委员 看看我们委员有没有用功 有没有认真 才看有没有看到真正的问题 他才见招拆招 那我本席是认为 我们更应该透过今天的委员会开会 把各个问题 把各个问题点应该要点出来 提出来让考试院有更充分的时间 而且可以更符合我们立法院民意代表的这些的时间 跟所谓的趋势 还有提出来的点 才能真正的带回去收集意见 不然考试院他们其实自己关起门来 你说他们能有本位主义吗 也一定会有 你说他们会不会有为了他们自己的官位 为了自己考试委员继续留任问题 不去正视这个问题 也难免会有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今天的委员会其实能够开 我认为应该是把它开下去 不应该随便用程序问题去杯葛 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以后碰到重大争议的问题 本席会认为这样会形成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先例 那以后有任何任何敏感的问题 认为不宜讨论 我们全部都用三会动议的话 那我们今天立法委员 拿了人民的薪水 其实就对了